家长人员今天在巴东家里土崩灾区 做最后一轮地毯是搜索 确认没有留下任何一名罹难者之后 证实这一期土崩惨案的死者是31人 也为长达9天搜救任务画上句号 警对一哥阿克里沙尼直言 这场土崩搜救工作充满挑战 特别是恶劣天气加大了任务难度 尽管如此他认为这次的搜救行动 可以成为日后参考范本更好的开展救援工作 随着巴东家里土崩惨案的最后一名罹难者遗体 在昨天下午巡获 消证人员今天早上在现场做最后一轮搜索 在确认没有落下任何罹难者之后 这项为期9天的搜救任务 也在今天中午12点正式落幕 最终证实这起土崩惨案共有92人受波及 其中31人罹难61人生还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克里沙尼 今天早上到灾区做最后一轮市场后说 这一项搜救任务困难重重 而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变化莫测的恶劣天气 索性各参与单位无缝合作 才能让搜救任务顺利完成 这一项 象征 ли封 这次搜救团队的专业态度和不放弃精神受到赞赏 警队一哥希望这次的行动可以成为日后搜救的范本 以便能够让各个单位各司起职 职权 不会重叠 既能影响救援工作 这场土崩悲剧的发生也敲响了全国休闲场所的安全竞争 为此警队一哥预请相关单位仔细审查高风险休闲地点 做好防范和提高这些黑区的安全水平 确保悲剧不再发生 除了感谢军警和搜救人员的不懈努力 阿克里沙尼也对媒体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参与任务的单位至上卸议 内容疏 非政府组织和三国休门 發生需要兼项路部份 感谢观看